現在全世界都想要成為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現在在全球五大廠區 一個是台灣我們的主要基地 大陸、美國、日本以及最新公布的德國 現在其實看起來日本這個地方 它的爭議是相對來說比較少的海外設廠的部分 因為其實日本的熊本 這裡可以說是請全部政府之力 再叫台積趕快過來支援 因為現在其實最新就傳輸說 這是熊本的當地縣府 他們緊急去請中央來支援了 因為他們算一算台積電要來 這十年的基礎限設費用竟然高達了254億元 包含了這個要建立JR到機場就要90幾億 還有周邊的道路也要整合 包含說半導體需要用水 所以這個工業用水也要花30幾億元 算一算要趕快提出緊急要望了 可是其實台積電今天倒是傳出了非常震撼的消息 是說台積電現在因為這個事況不如預期 所以要三度下修猜測 第一次下修年減是來到了1%到6% 第二次是降到了10% 現在傳出說是12% 可是非常罕見的台積電竟然在今天台股的盤中 他們就發布了重訊來說 一切還是像是7月的法縮預期 機器人精準辨識把桌上物品一一放入盒子當中 AI應用越來越強大多元 只是相關訂單依舊難挑大樑 法人圈傳出台積電恐怕將三度調降 今年猜測 美元營收從原本預估衰退10% 進一步擴大到12% 攤開第二季財報似乎也可見端倪 海外設廠龐大的資本支出加上營收減少 台積電自由現金流竟流出金額 和單季存貨周轉天數都創新高 不過台積電是罕見在盤中發布重訊澄清 訊息純屬市場預測 需求展望依舊維持7月份法售會看法 如果說要再持續下修的話 那第四季可能會跟第三季營收只有季持平而已 通常也比較少有這樣的現象 因為今年其實產能利用率我們目前聽到還是持續有在回升 我們覺得機會比較小一點 但當然一樣要觀察這個需求 只是半導體液事況依舊疲弱 成熟製程不只殺價搶單持續 現在甚至掀起熱停機潮 傳出聯電世界先進力氣電等二線晶圓代工廠 更新南韓三星 關掉部分產能設備 雖然機器依舊處於不斷電狀態 但產線人員並不會安排過貨 聯電的28奈米才能利用率非常的好 大概有九成以上 所以其實有一部分的承受製程 其實目前的需求算是還可以支撐 下半年忘記不忘算是蠻明確的 目前來看的話大概最快要等到2024年的上半年 才比較可以期待 產業復蘇時間比預期還晚 全球十大半導體廠投資設備也大踩刹車 預估今年金額只有1221美元 不只是四年來首度陷入萎縮 還是過去十年最大減幅 景氣不佳也得勒緊褲帶 東森財經新聞 張博上葉子晶 台北報導 看盤中斷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成功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